翠花和天来很喜欢下雨天,每到雨季来临之时,连绵不绝的雨声哗哗啦啦的让人感觉很舒适,下雨的时候什么也干不了,天来翠花和孩子们挤在屋子里,一边听雨,一边切了一个老甜瓜,这个黄皮白壤的甜瓜,看起来已经完全熟透,经营剔透,汁水相当充足,吃起来又脆又甜, 比咱们市场上买到的甜瓜要好得多,这个瓜已经完全熟透,从里到外从皮到嚷都透着甜,吃起来比甘蔗也差不了多少,翠花和天来吃甜瓜还喜欢蘸一些辣椒,咱也不知道甜瓜蘸辣椒到底是个什么味儿,我是没有勇气尝试,你若感兴趣可以买点甜瓜试上一试,吃完记得一定要告诉我好不好吃,一家六口人,你一口我一口, 你一口我一口,一眨眼的功夫,一只大甜瓜就已经被吃了个精光,从这一盘子的汁水可以看出,这个甜瓜水分不少。 随后二女儿将这些甜瓜子端出去,准备放在走廊上晾干,过几天可以再种上几窝甜瓜,这样一家人就能源源不断的水果可以食用。 下雨天,什么也干不了,吃完甜瓜就准备煮饭,昨天的剩饭锅里并没有剩饭,沾了满满的一层黄色锅巴,翠花没有清洗,直接加入清水架在炉火上。 趁着烧水的功夫,又开始纺织羊毛线,他们的衣服从上到下,从里到外,全部都是别人捐赠的。 咱也不知道他弄这些毛线有什么用,或许可以用来和小贩交换食言,又或者可以用来缝补衣服。 俗话说得好,破加值万贯,在翠花的眼里,他家的每一样东西都弥足珍贵,各有各的用处。 这样看来,翠花虽然邋遢是邋遢了点,倒也算勤俭持家的好榜样。 请继续观看,别人家里大鱼大肉,翠花家天天就是玉米面团配南瓜。 昨天的剩饭锅架在火上,加入自家模制的玉米面,随后用铲子不停搅拌防止粘锅。 中途还要添加新的面粉,直至煮成一锅粘稠的面糊。 这锅白褐色的玉米面团,就是翠花一家人一年四季的主要食物。 翠花也想炖炖大米饭,天天吃手抓羊肉,奈何实力并不允许。 玉米面团一直搅到吸干水分后,即可盖上盖子。 小伙们煮上五六七八十来分钟,果然不出我的所料。 翠花又找出半个南瓜开始切了起来。 很多人觉得翠花是当地的贫困户。 其实不然,像翠花这样,一家人有屋住有饭吃,不缺衣服也能够满足温饱。 在当地已经属于小康之家,很多人的生存状况比他们要差得多。 有很多家庭的苦难,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。 有的人终其一生也没有房子住,一天也吃不上一顿饱饭。 生病靠硬炕,生死看运气,四处漂泊给地主打工。 有时还会被拐卖到印度当奴隶。 那些黑暗的生活,你想都不敢想。 相比之下,翠花家里安定相合。 一家人住在一起和和美美,快快乐乐。 南瓜切好后,在炉火上架上炒锅。 加入两勺猪油,撒上一把小茴香和咖喱粉爆出香味。 切好的南瓜一股脑倒进去搅拌均匀。 使南瓜和咖喱粉充分融合激发出浓郁的香味。 孩子们开始处理几根硕大的芋头叶。 芋头叶以前你可能从来没有吃过。 即便是粗鲁碗口的芋头叶,蓄皮后也是脆嫩爽口。 用手掰碎后放入锅里和南瓜一起炖煮后,味道也并不难吃。 别人家大口吃肉,翠花家里大口吃草。 山林间地头里采摘的这两根硕大的芋头叶,看起来有胳膊一样粗细,将表皮撕去。 芋头叶的内壤就会变得脆嫩爽口,可以和南瓜一起煮来吃。 芋头这个东西生命力挺顽强,不管是山林还是荒地,只要播种下去,便能茁壮生长。 一年四季取枝不尽用枝不竭,夏季可以吃芋头叶,秋冬则可以吃芋头,而且营养价值并不输任何蔬菜。 硕大的芋头叶用手掰扯成小块,加入锅中盖上盖子。 小伙们上片刻之后,芋头叶和南瓜一起融化成糊,这也是当地人最喜欢的食物状态,用来搭配米饭或者面团都相当不错。 饭菜煮好后,一家人围坐在一起,搂着一盘面团配上两勺南瓜芋头汁,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地吃了起来。 小女儿因为嫌饭菜太过烫手,撒娇地哭了起来,董事的二女儿连忙起身去找了一个勺子。 他们家里其实勺子不少,别人捐赠的时候,除了衣物之外,也会有一些文具勺子餐具之类的物品。 不过他们还是习惯用手抓来吃,在他们的传统习俗里,只有用手和食物近距离接触,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持对食物的敬畏之情。 作为一个纯农业国度,落后的生产力决定了他们的生活不会太过富裕。 连绵的群山将他们一家隔组在世俗之外,很多人一辈子也没有见过外面的生活。 一代代人都将改变落后现状的希望给予了下一代。 还好翠花的孩子们现在都在上学,这在当地已经算教为超前的理念。 可以遇见多年以后,这个家庭将会彻底走出大山,改变落后的现状。 就是这样的信念和梦想,督促着翠花和天莱咬起牙关,也要供孩子上学读书。 感谢观看,谢谢关注,下期更精彩。